这如果人在现场一定更壮观 提醒大家 小心不要再受金光党的骗了 一位70岁的阿嬷 她买菜的时候碰到了金光党 就听信对方给了钱之扣 她可以到银行来提领20两的黄金 她真的去提领了 领到的不是黄金 而是两包麦香红茶 这阿嬷气炸了 立刻向警方报案 6人一组的金光党 目前被抓到了3人 还有3人在逃 准备已经要带她回去拿提钱了 你看有没有 现在上去有没有 带被害人上车了 落口监视器 把金光党犯案的过程全都录 一名70岁的胡姓阿嬷 买菜却碰上了金光党 用两包麦香红茶 骗走她20两黄金 那大姐去跟那个被害人说 那个人喜欢跳舞 喜欢爱唱歌 身上身材计划 你只要钱比她更多 她就会拿钱给你花 阿嬷深信不疑 马上到银行 提领价值125万的20两黄金 在车上秀给歹徒看 黄金当然马上就被吊包 下车时阿嬷才发现 黄金已经无意而非 只剩下两包立了包 大陆的手机在 他们之间六个人是以代号 在联络 那彼此之间 大部分都不知道真实性 连车子也是以人头 以人头那个买的 两车六人的金光党 目前已经逮到三人 警方依诈欺最嫌办理 并持续追查共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